还有更多的国际新闻资讯 接下来我们帮您整理 用Google Trends这个搜寻引擎 那我们第一个要看的就是 美国请这个心意帮大家分析 好美国登上热搜第七名的是这个亨利季星级 我相信大家对他的名字都是非常的熟悉 我之前还讲说每次看到季星级都会有点像 星系级 比较中国诗人 除了他的名字跟我们这个中国诗人很像之外 其实他也是非常重要一个 他们认为是美中关系正常化地缘战略的推手 那他登上热搜当然主要一个原因 是他非常重要的地位之外 还有在27岁的时候迎来他百岁的生日 27号的时候 对27号的时候迎来他百岁的生日 所以是非常的长寿 是已经100岁了 那么这个他其实呢 曾经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森还有福特的国务卿 还有国家安全顾问 当然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从这个中国共产党 对中国共产党敞开大门 策划越战的终局 甚至到他非常没有歉意的支持反苏联的独裁者 其实这一些都可以再再彰显 他发挥了非常重大的影响力嘛 那么我们简单帮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季星吉呢 他是来自一个犹太的家庭 他出生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 这个德国威马共和时期 那大家有印象的话 就会知道其实当时这个希特勒的关系 所以其实他们会迫害犹太人嘛 那当时为了逃避希特勒的迫害 所以他们举家就搬到了纽约 在1943年的时候规划美国 那他在大学的时候 征召入伍 因为他听得懂德语 所以成为这个谍报部队的成员 那二战落幕之后 就进到哈佛大学 来攻读这个政治学的博士 因为他指导教授的关系呢 所以他可以接触到 花府政治圈的运作 当然也可以累积他的人脉 那么谈到这个美国的行事方式 其实季辛吉他是一个非常现实派的一个人 那他也有讲说 美国自诩正义 然后他们也深信自己是无私的 那么美国的目标在外交政策中很难实现 但是他们也想要做讨论 但是反而会招致这个反对者不满 所以看得出来 他对这个美国的在外交部分 真的是非常的有想法 对他确实是在 算是这个70年代 蛮具有这个举足轻重地位的外交人物 所以他对台海的很多情势 还是不断地在说 对 好我们来看英国 英国的热搜话题 是鲁盾足球俱乐部 或许这个很多人对于足球没这么了解 就不太了解他们 他们其实是在英冠附加赛中 和科芬特里成 踢成了1比1的平手 结果最终在PK大战的时候 他们以6比5获胜 好这个获胜其实不得了 因为他变成他首次可以升上英超 好我们本来刚才讲 他是英冠的附加赛 所以他本来都在英冠 但现在因为这一场比赛 他就升上了英超 但9年前他们还在第5级的国家联队奋斗 那现在成功踢上了英超之后 完成了小球队的逆袭 所以也成为了英国的热搜 好但是大家就开始在讨论 他们有一个主场叫做克尼尔沃斯路球场 只能农下10356人的一个很小的球场 甚至他们还要穿过居民的花园 然后这个进门还很小 所以还一度想说他们要怎么样礼遇一众英超的球星 然后又要怎么样符合这个转播的设备呢 所以大家就还在思考这件事情 然后他们就也有人把这个鲁盾的整体球员薪资搬出来 发现居然在倒数 然后他们目前薪资的总和只购买一名曼联替补的球员 对很惊人 因为他会对这个足球员应该是他们觉得薪水很高 结果其实他们因为可能本来是没有这么大 没有到英超这么大的这个规模 但是因为他们成功上英超之后 就可以获得1亿英镑的转播权利金 这算是一个不同的翻身机会 好那球队也说他们会投资1000万的英镑来整修主场 符合英超的标准 所以可以看出来他们这个原本小小只能農纳1万多人的球场 接下来应该会扩大 然后球员的薪水应该会调整 调整应该会吧 不然低薪真的大家很难想象 而且怎么会英超的球员 然后还拿以前过去薪水应该是不太可能啦 所以这成为了英国的热搜话题 好那么接下来带大家来看到的是日本 日本的热搜话题呢 是一个这个影星叫做易所广司 那他是这个以完美的日子在最近拿下这个坎城影展的影帝 那这一部电影呢是德国导演文温德斯 他导演的 那这个易所广司在里面呢 饰演的是一名东京厕所的清洁工 很厉害哦 演一个感觉好像很小的一个角色 但是拿下了这个坎城影展的影帝 那么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演员 他今年是67岁那他在领奖的时候他也有特别感谢导演 他觉得导演真的帮他创造了一个非常伟大的角色 那其实这个演员呢 这个易所广司他从影超过40年是非常的资深 那当然戏路非常的宽 扮演过包括军阀 黑道大哥 杀手 警察 还有这一次是扮演一个东京厕所 公厕清洁的一个非常普通的 我觉得他演黑道大哥蛮适合的 对 就没想到还可以演到清洁工 对就表示说他真的是非常厉害哦 那么这个易所广司他也是第二位在这个坎城影展 拿下非常特殊殊荣荣的这个日本的演员 那么其实包括他也曾经踏入过好莱坞 包括像是《易记回忆录》他也有拍过 然后火线交错 哦 怪不得有觉得他很熟悉 很面熟对 就是他其实也是有踏进好莱坞 所以其实很多台湾的观众对他应该也不陌生哦 那么他在这个完美的日子里面呢 他当这个清洁工 而且他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对白哦 他在谈到这个角色的时候 他跟导 他说导演给他非常少的讯息来诠释这个角色 他觉得很神秘 他说直到今天他对这个角色仍然是一无所知 然后他说这也是他第一次拍这样子的影片 时间很短 甚至连彩排的时间都没有 但是他却拿下了影帝 所以可以想象在一个这么少对白的这个角色里面 那么短的时间还可以拿下影帝 他应该是诠释的非常好 所以让大家会蛮想看哦 完美的日子 可以去看一下 对 可以看看他精湛的演技 什么叫做导演给他讯息很少 还不能彩排 满头问号 好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完美的日子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南韩 南韩的热搜话题是 申育斌哦 我对他其实不是那么理解哦 那我也是透过这个讯息看到他哦原来蛮厉害的哦 他被叫做韩国的天才少女哦 年仅18岁 那申育斌是南韩桌球史上最年轻的奥运选手 也被说是南韩未来的希望 因为他曾在公开赛以11比0 痛极了日本第一高手一藤美成 那他其实从小就接受正规的桌球训练哦 因为他父母有意要把他成 培养成这个桌球国手 对然后所以他在国中毕业之后就放弃了学业 专心的练球打比赛 所以可以常常在很多大赛看到他 好那他这次在南非的德班 举行的2023年的世界桌球锦标赛 女双的赛事当中 你看女双嘛 因为这照片就是两名女子 她们一路过关打斩将打进了决赛 那她的搭档叫做田智希 在准决赛当中也抱冷门的击败 来自中国的未免冠军的组合 但是最终还是不敌中国的组合 他们只拿下了硬派 所以其实不只是这个 申育斌上了热搜 包含田智希他的搭档 也被大家关注 因为也是蛮厉害的 因为他是中国河北规划的选手 那这个田智希是30岁 但是两个人看不太出来 对看起来都蛮年轻的 对所以这是韩国的热搜话题 好那么接下来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香港的热搜话题 相信这个台湾讨论度也是非常高的 就是这个辉达创办人黄仁勋 对他日前被民众捕获在夜市 然后夜市买麻花卷 他还是不是有乱入人家那个直播 对之类的 就是他最近讨论度非常高 而且他还在台大的毕业典礼上面 担任这个演讲的嘉宾 那当然了这个辉达 大家都说他是这个身价破照的男人 因为辉达当然了 受到这个AI人工智慧的旋风 其实辉达的GPU成为非常大的受益者 当然股价飙涨 所以当然了这个他是创办人黄仁勋 所以他的身价当然也是跟着飙涨 那么会受到关注香港的关注 主要就是他在台大毕业典礼 致辞的内容 其实大家讨论度都非常的高 因为真的含金量很高 很值得大家就是再回去再读一读 听一听这样子 他在致辞的时候 他除了用三个挥答的故事 来勉励毕业生之外 他也有说其实这个AI 现在正在重塑电脑产业 也认为说是电脑产业再一次重生的机会 那他也认为说是台湾厂商的黄金机遇 因为台湾晶片是非常的厉害 那么他也有讲说这个AI非常蓬勃的发展 就像是汽车自动驾驶的软体 就是打开了一个大门一样 那他当然他也有说 AI创造出非常多以前不存在的机会 包括数据工程师 AI工作的这个作业员 还有AI的安全工程师等等的 那他也有说 的确AI会改变很多工作的形态 而且很多人也有担心说 AI是不是会抢了你的工作或是什么之类 但他认为说 反而AI对AI辽弱执掌的专家会取而代之 所以他认为说 其实并不一定会被取代 反而会有另外一个新的人新的这个职位出现 那这个非常受关注的其实还有包括他在 致辞的时候讲的两句话 他勉励毕业的学生 他说我们先讲英文 他说run don't walk 就是尽量奔跑 不要用走的 因为这些学生已经要毕业了 要踏入社会 然后他就说 Either you are running for food or running from being food 意思就是说 记住不是追逐食物 要不然就是避开成为猎物 就是要很努力的跑 就是不要用走的这样 才可以一直勇往之前 帮自己创造出一些机会等等 没错 我有看到他讲说 灰达有一度好像 没有办法做日本的一个制程什么的 然后他就跟人家说 就是我没有办法做 但是你钱还是要给我 就人家还是给了 然后这让他们也是谷底翻身 对 不知道他的沟通策略应该还是要来教 应该买厉害的 对要教一下大家沟通 怎么让人家这个不做他的工作 还是可以把钱乖乖的给我们 好接着我们来看台湾 台湾也是另外一个蛮厉害的 就是曹星成 不过曹星成最近就是 厉害地方比较多是政治的想法 但最近他讲了一句话 很多年轻人在讨论 他在27号中兴大学演讲的时候 有民众提问他说 如何解决年轻人买不起房子的问题呢 因为最近执政党有蛮多 就是在跟房子有关的一些议题 也烧得蛮大的 结果曹星成居然问他说 你为什么会想买房子呢 他说要做房奴20年 年轻人赚钱就应该要投资自己 有了能力之后就可以改善薪资的结构 很多年轻人买房子就会被套牢 就会害了他的一生 他说我50岁之前是没有房子的 他觉得买房子是最差劲的理财 那是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个他讲的好像一方面 也有这么一点道理 但是我觉得房子是比较保守的投资 对而且因为房价会越来越高嘛 对 所以这个东西可能见仁见智啦 就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去买股票 或是玩其他投资啦 对可能也有很多人买不起房子 对对对 所以房子就是先做做梦嘛 我们也是努力的这个追求自己 因为有人说我现在不买 我10年后买我会买不起 因为这个物价不断在变高 所以真的是见仁见智 但是曹星成确实是台湾的热搜话题 是 好那么接下来来看到新加坡的热搜话题 登上第五名的是这个小天后太乐斯了 不过其实这个事情其实是发生在美国 但是却登上新加坡的热搜 因为上周末是美国所谓的阵亡将士纪念日的连续假期 那么他们预估有超过4200万人出远门来玩 那么他们说其实最紧张的应该是纽泽西的警方 因为这个小天后太乐斯 他在这个纽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 一连举办三场的演唱会 那么目前有超过24万张票 都是已经全数卖广 那当然了人一多警察就怕有人闹事 那警察就呼吁说 甚至还呼吁说 没有票的就不要靠近这附近了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那么甚至还有很多歌迷 因为买不到票 所以出了奇招 你知道多奇吗 就有一个保全 我知道 他太想要听他的演唱会 但是买不到票 所以他就去应征临时保全 然后他就进去里面 然后当保全的时候 他就很认真很陶醉的听 然后跟着唱这样 对然后就被旁边的人拍下来 因为实在太强了 每一首歌都会唱 然后都堆在那个牌子上 然后还被上传到影片 所以这个观看已经破了百万 讨论度非常的高 而且他不是针对着泰勒斯 他是背对泰勒斯 他还这样唱 还很开心 他还是有做他自己保全的工作 对他非常的陶醉 对因为要是我可能 就会转正看泰勒斯 他不是 他还是认真的在做他自己的 他还蛮聪明 他这样可以领薪水 又可以听到偶像唱歌 就赞 对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